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继续给您分享小马AI的课程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KELAS图片分类数据集C法10 咱们上两期 我给您分享了KELAS手写数字数据集 对吧 咱们给它做一个分类 而且咱们成功做了个模型 而且成功分类了 也不能叫成功分类了 98%的正确率成功分类 对吧 感觉还是可用的 其实有些误差 AI都有误差 这个请您放心 没有100%的AI 我敢保证 人咱们还有认错的时候 对吧 何况AI对吧 今天咱们是面临一个挑战 上期识别数字的过程 实属太简单 几乎没有任何的难度 零难度 今天咱们要分析一些图片 难度上来了 而且咱们分析的准确率也下降了 怎么回事 咱们一起来看一看 好 首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咱们就一个KELAS内置的图片分类数据集的说明与训练 在KELAS当中给咱们提供了一个内置的数据集 他给咱们提供了好多的数据集 今天咱们试一试 比较相对简单的图片十分类数据集 这个是在官网 我给你访问一下 真的是在机器学习领域 美国 澳洲 包括英国 很多非常无私的公司 给咱们准备了好多的数据集 让咱们使用 真的是不错 大家请看 今天咱们就用的是这个C法10 大家请看 出了这么多数据 比咱们上期的数字 那可是要丰富很多 而且难度增加 同时大家请看 今天咱们都是彩色图片 一个图片由一个通道又变成三个通道 难度大大的加强 那咱们该怎么做 咱们如果想把这些个彩色图片 进行分类的话 那咱们就需要用到一个新的内容 卷积神经网络 咱们一起来看一看 CNN 其实像这个网络 在您搜索其他的教程 课程有好多 在我的小马AI视频当中 我不想给您做详细的讲解 您只要会用我的代码 完成这套流程就够了 我用最简单的语言 把这个网络过程给您讲一下 最简单 语言也好 我不做详细描述 这套网络干什么 主要就是把咱们 大家请看RGB这是三层 把咱们图片的信息提纯 特征提纯 提出来特征 变成咱们上期简单的 能够识别手写数字的那些网络的特征 然后咱们用咱们上期的神经网络进行识别 那也就是说 咱们现在在处理RGB复杂图片 咱们一般在这个模型当中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是前面这部分 干什么 做特征提取 第二个 跟咱们上期一样 做这个神经网络的分类 就这么两个过程 第二个过程 大家请看 我再用稍微详细点的话给您描述 什么 就是说 这个CN的网络 一上来 先对所有的图片进行卷积 卷积完之后 提出每个图片的特征 然后用RGB加强 加强完之后 用持画层把图片缩小 缩小完 再提特征 再RGB加强 再缩小 缩小完之后 用咱们上期的标准的 这个全连接的网络 进行分类 那好 有朋友可能就问了 我在别人也听过课程 什么提取特征 什么RGB加强 到底是个怎么回事 小马 你有没有一个简单的话 给我描述一下 有 我给你描述 看起来这一堆操作 大家请看 从我鼠标这个位置 到这位置 这卷积是吧 这叫这个特征提取 他干了件什么事 他就干了一件 把每个图片 或者说每个物体的特征提出来 我给你举个例子 成龙大哥 如果是咱们想分析他的图片 提出来是什么 通过这套流程 把他那大鼻子就提出来了 对吧 以后通过后面一 这个全连接层一判断 这是个大鼻子 这是成龙大哥 对吧 再比如 葛优 葛优咱们也是影帝了 葛优 葛优通过咱们前面的课征提取 能提出什么 把光亮的大脑门提出来了 对吧 提出来大脑门 最后用全连接层判断 哦 他不是大鼻子 他是大脑门 那这个就是葛优 整体这个CNN 就是这么一套流程 具体说 他怎么着 就通过这个卷积 又加上内核 最后又加布长 还得加拍定什么的 加零什么的 这都不管啊 你就记住了 他前面这个卷积干的 就是提取大鼻子 提取大脑门 就这个过程 特征吧 对吧 其他的人 人连长都一样 没什么可提取的 对吧 但是每个人又不一样地方 提取每个人 或是每个物品 猫啊狗啊 他不一样的地方提出来 最后呢 经过这个全连接层的判定 然后呢 分类 就是大概的过程 具体说 美不干什么 您看其他教程 OK 那么接下来 咱们就要用这数据集 来分析分析了 首先说 这个数据集 给咱们提供了哪些个分类 大家请看 飞机 汽车 鸟 猫 鹿狗 青蛙 马船 卡车 十个分类 其实它给咱们提供了一个100分类 那个更难 咱们今后有时间再介绍 今天咱们先使用这个数据集 咱们先看看这个十分类 都是个什么样子 好 那咱们闲言少叙 我这开一个终端 然后咱们考代码 马上运行 我每次课程不想时间太长 好 进入work 建一个man nano 前有朋友跟我说 这个Linux用什么编辑器 一般推荐命令行 一般推荐一个nano 一个vi 以前我 n年前我用vi 现在最近几年 我一直都用nano nano 特别像windows记事本 对吧 好 然后考上我的代码 然后做一个简单的讲解 是这样 我最近正在读一本书 这本书名叫做什么 我看 叫做深度学习的数学 有兴趣朋友可以读一下这本书 就是说 通过我给您讲解 您能够大概知道 我这么编码 能够达到这个目的 但深层 它为什么要这么做 咱们知其然了 咱们如果想知其所以然的话 就需要读这本书 我再说一遍 深度学习的数学 好 现在少许马上开始 拷贝过来 存盘退出 好 然后在咱们这应该生成了一个 Pypson文件 对吧 好 咱们简单的看看我代码 第一行 那是绝对不用说了 过两天我会给您做囊牌的课程 数组计算 对吧 包括这个矩阵 计算都需要它 然后tensorflow库 然后今天咱们就引用几个 不同的库 卷积的库 大家请看 二倍卷积 然后持层 然后平整层 然后全连阶层 然后drop up 扔掉一些不必要的数据 然后优化函数 ADAM 优化函数 这个有句话 给您说吧 损失函数跟优化函数 这是一套 然后咱们再出图 好吧 OK 其实损失函数优化函数 听起来挺难 我给您一言以蔽之 它里面最多十个函数 您把十个函数的代码打开一看看 没几行 其实理解起来很容易 好吧 这个咱们放到今后 有时间我再给您讲解 好 咱们往下看 然后咱们做一个简单的转函数 来装载运行数据集 咱们先装载 请看这个方法 装载C法10 然后上期给您讲过了 把这一大堆数据分成两组 一组用来学习 一组用来考试 好吧 那咱们先到这一步停止下来 看一下这个数据给咱们的数据的为数 好吧 咱们在这先停一下 好 马上开始了 我先 稍等 我先进一下我的这个虚拟环境 好 清评 然后Python空格 敲闷 灰车 第一次它是先下载这个数据 因为它是从榜上下载 这个数据大概多张 好 下载完成 第一次运行是需要下载 大家请看 它给咱们数据局大概是6万 看起来 咱们学习用5万 然后考试用1万 对吧 然后它给咱们原始图片是32x32 比咱上期大 然后是三个通道RGB 对吧 那咱们就需要判断一下 在咱们运行我的计算模型之前 咱们先看看它给咱图片都长什么样子 好不好 通过咱们MateLeap来看一下 大家请稍等 我这里面有一段代码 让您看一下 它里面长什么样子 就是这个地方 拷贝过来 连备注一块儿拷吧 放到Return之前 咱们看一下 它给咱这个测数据局大概都长什么样子 咱们先有个感性认识 有感性 咱们上升到理性 咱们给关了 OK 好 试一下 Let's go 大家请看 看的不太轻是吧 对 它给咱们听了 因为像素是32x32 对吧 我看我这能缩小吗 它给咱们只不过是32x32 对吧 所以看起来并不是很清楚 是这样 就算您有一张1920的全高清的图片 咱们在做机器学习的时候 也要把它放成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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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一般什么R4啊 对吧 不要超我的 不要超过512 对吧 这样才能学习 否则的话 您要算一张图片 结果一学学三天 这个程序没用 对吧 一般学个几个小时 能出来就可以 对吧 OK 就是咱们看到 咱们就用这些图片进行分析 好 咱们关掉 那咱们知道咱们数据集里面都有什么内容了 接下来马上就干 这个没必要了 屏蔽掉 这是显示数据也没必要了 我把它删掉 咱都不屏蔽 删掉 好 接下来 接下来要对咱们数据进行处理 我说我做什么正规化 规一化 对吧 这我给听两种方法 这两种方法是有区别的 咱们先用上面这种 KELAS默认的正规化函数 咱们先看看一会儿 看看什么效果 OK 接下来 接下来用到咱们这个卷积神经网络 这个我不做太多的描述 简单 一两句话说明 一上来 卷积 卷积核 三乘三 对吧 入来路激活 显示大鼻子 对吧 要输出的这个 图片的为数是32乘32乘3 对吧 他会把它摊平 然后卷积一次之后 迟化把它缩小 缩小到四分之一 然后再卷积 再缩小 再卷积 然后平整 然后做咱们的全连接层 最后分析出来是哪个分类 对吧 大概是这个样子 这是这样 这东西不是固定的 上期我跟您说 这东西它不固定 怎么写都行 您只要有自己的思路 您就可以按照您自己的思路去写 32个也行 像这个 32个也行 128 都可以 这个没有固定的 好 我给您这做了一个大型箱 叫做模型1 对吧 其实呢 我给您准备一个模型2 咱别着急 咱一点点来 然后这优化器 用Adam 最近几年 Adam非常火 然后咱们的损失函数 用了这个SPA Catelago损失函数 然后咱们教练器 ACC 没问题 然后咱们训练的把期 依次传28个图片 然后咱们仅仅先训练一个周期 然后看一下分数平值 好吧 OK 就是简单这个意思 咱们跑一下吧 看结果 其实不管哪个学习 训练一次 肯定是不够的 对吧 肯定是不够的 咱们需要多多的训练 正在训练 咱们的数据集 大家请看 我下面这个写是391 为什么 它是根据我每次传进的 那个BUT 它的数字不同 它会自动计算出 我应该做几个循环 就我读一本书 我这一页翻多少 一次咱们翻8起的页 对吧 那么翻几页呢 翻391页 把这本书读完 就这个感觉 不是很难 OK 就学了一遍 然后呢 开始考试 大家请看 考得怎么样 这个图片我先关掉 考得不太理想 为什么 错误率1.72 这件事控制在0.0几比较好 然后呢 大家请看 正确率只有36% 也就是说给你100张图片 能够看对36张 对吧 这还不是扔钢板的 所以说这个 肯定是不可取 那么怎么办 调优的方法 很多调层数 或者说是 调咱们这些个优化函数 损失函数 或者说咱们 最简单的 让他多读几遍书 对吧 咱们现在这 看啊 咱们现在只读了一遍书 那当然记不住 谁是天才 那怎么办 比如说让他读十遍 好 咱们读十遍书之后 看看 他的这个正解率 能达到百分之多少 咱们试一试 其实也不是太高 咱们看一下 Go OK 运行完了 咱们看一下这个运行的结果 其实并不是很理想 大家请看下面 下面这是什么 一个是这个准确率 一个是咱们测试集的准确率 一个是咱们这个考试时的准确率 咱们可以看到 咱们这个用于学习这个准确率的相对高一点 就是这个蓝线 然后这个橘黄线是咱们这个考试时的准确率 都不是特别好 也就50%左右 所以说这个模型怎么办 咱们应该说是这个训练啊 次数有点少 为什么 大家请看这个 因为我把这个屏幕稍微调小一点 为了咱们看起来就比较方便 这个损失函数 大家请看这个错误率 在一点点的下降 对吧 由1.89 现在下降到了1.23 看起来这个趋势还能下降 那也就是说 咱们这个学习周期 应该从10调到20 或者甚至说是30 对吧 然后咱们这个学习的这个准确率 也在一点点的提高 由这个30% 对吧 提高到现在的56% 看起来这个趋势还可以提高 然后呢 咱们这个测试级 这个错误率也在下降 然后咱测试级的准确率也在提升 也就是说 咱们按照这个测试 咱们这个模型算法的话 跑这个数据级 应该是再多让它学个十遍二十遍 应该会有一个好的结果 但是由于时间关系 我这个视频就不给您分享了 去做了 总的来说 目前咱们用了这个模型一 就算咱们学个一百遍 我跟大家这么说 也就大概60% 60%多一点 就是说 它识别图像的效率并不是很好 那么怎么办 作为咱们这个实际项目中 咱们突然用这个 用自己设计一个模型 对吧 跑完之后 总是不理想 60% 70% 不是特别好 那领导说 你还得接着给我优化 然后怎么办 然后呢 我就读了一篇论文 对吧 我读了一篇论文呢 我自己又总结出来一个模型2 那咱们用模型2试试 也就是说 其他代码都不动的前提下 我把这个代码屏蔽起来 然后我把我这个模型2考过来 咱们试试啊 模型2在这 大家请看 另一个模型 我把它考过来啊 这个模型比刚才的模型 稍微复杂一些 考过来 这个咱们叫做模型2啊 或者说另一个模型 大家请看 我这个模型啊 跟它上面比起来的话 大家请看 卷枝层 我多了两个 对吧 然后持画 刚才呢 就是一个卷枝 然后就持画了 对吧 我两个卷枝 让它把这个特征抓取更多 然后呢 持画 然后扔掉一部分不要的数据 比如说这个 这个 编白啊 什么等等的吧 扔掉一些不必要的数据 防止过拟合 然后同样的逻辑 大家请看 我又跑了一遍 然后呢 两次 两次卷积 然后再做一次持画 然后这个窗口是2x2的 对吧 然后我再扔一部分数据 之后 我再用全连接 进行分类判断 这个逻辑 咱们看看行不行 对吧 这个逻辑 因为时间比较长 所以咱们先跑一次 看一下我这个新的模型 能不能跑起来 好试一下 Go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我给列出了 我这个新层 大概的设计的结构 然后它也正在跑 其实您说这个 基地学习难吗 不难 都是人家用好的 设计好的算法 咱拿来用于咱们的实际工作中 对吧 就跟咱们一个开发渣渣渣似的 用于渣渣的库 人家都编好 那库咱不管拿了就用 对吧 Python也是 更多牛毛的库拿了就用 对吧 然后呢 这个库内部算法怎么做 实际设计一个库的人的问题 对吧 比如说像现在这个模型 我可能看到有成功的例子 成功的人士 他使用这个模型 能够分辨出他们那个项目的 那些个图片信息 对吧 那么我把它拿过来 看看是不是我的项目呢 适不适合呢 都可以这样去演算一下 对吧 这个地方 其实难就难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其实我看了 有好多的这个论文 都论述一下 该在哪种场合 处理哪种图片 因为有的图片吧 像咱们今天测试这个数据集 图片啊 其实非常的好判断 它比实际的这个图片 要简单很多 为什么 大家请想 咱们这次的数据集 全都是四四方方 对吧 同时咱们要真测的 那个图片的物体 几乎都在图片的正中间 坏话说 它的特征呢 相对好提取 这个其实并不难 这个其实主要是让咱们学习嘛 对吧 那么咱们实际工作中该怎么办呢 咱们可能像我这次参加大赛 拿到这些商品 歪歪扭扭 而且还有不全的 对吧 这个时候呢 我就现在是这样做 我现在考虑到要加上这个图片掺水的技术 这个再过两期吧 我的代码都差不多写完了 过两期吧 我再给您做看下我的那个 实际我参加大赛的一个测试的代码 因为是这样 我想几个方案 每个方案呢 我都想用一下 包括传输学习 我都想用一下 咱们一点点的测试吧 就算这次参加参赛 我没取得这个什么好的名次啊 什么都没有 但是作为我这个小马AI课程呢 我会把我这个AI的这个每一步的操作 包括一些知识点呢 我都记录下来 分享给大家好不好 大家看起来 呃 我现在这个算法 因为层数比刚才多了很多嘛 所以说算的比较慢 呃 我呢 就算一遍就算了 这个算法 比刚才的这个层数要深 而且呢 卷积的也要多 而且呢 吃化的也要多 这样的话 呃 我跟你说下结果 他比刚才的那个 第一个我的模型准确率 大概提高10%左右 也说他能达到70% 的左右的样子 那么有朋友说 其实我还不够 我还想再做一些什么 更多的优化 那您就需要 哎 再多看一些个这个论文 或者说多借鉴一些 其他人如何判定图片的一些个 呃 经验 然后呢 来设计您自己的 图片试验模型 或者说CNN逻辑 好吧 因为我只学了一遍 所以说 这些数值都没出来吗 对吧 为什么 因为没有比对嘛 没有比较 而且也成不了现形 OK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 这个模型数据集 咱们怎么能 它做得更好呢 呃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 多看论文 然后呢 借鉴人家 用人家好的模型 如果您看完论文之后 您有自己的理解 呃 您呢 也可以设计自己的模型 所以说 今天的这个课程 我给您最后的总结就是 大家请看 多看论文吧 多看论文吧 您论文看的越多 您对这个模型建立的 know how就越多 呃 这个包括小妈 我在内啊 呃 我也是多看论文 多学习 同时最近我也在研读 这个深度学习的数学算法 呃 今后我可能会自己设计这个模型 目前我的阶段 我跟大家说 目前我的水平阶段 还是在用别人建好的模型 比如说 今天的这个模型二 比如说我下期要给您做的 ISNET残插网络的设计 那个模型呃 是微软研究院出的一个这个大师 大大牛啊 他设计的这个模型 那个准确率能够达到90%以上 啊 我呢会给您演示一下 那今天这个代码呢 我给您演示两个模型 这两个模型的准确率 大概差到10%左右 大家请看 刚才这个的准确率是41% 比刚才那个一开始的 第一次学习35%要强很多 对吧 呃 这就是这个 人工学习很怎么说呢 奇妙的地方 不同的设计 不同的构思 能够出不同的结果 呃 怎么说呢 很有趣 我呢是非常喜欢 今后在这个领域呢 多多的挑战 像我的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呢 咱们一起学习呢 一起进步 OK 那今天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谢谢您观看 今天的论文 今天的结论就是多看论文吧 OK 您要喜欢我的视频呢 可以订阅我 帮我再点个赞 好 那这个视频就这样吧 咱们再进入视频 再见咯 拜拜